机关署紧急在除夕夜晚 间七点半临时加开记者会 证实武汉肺炎台湾新增两例 那今天我们有两例确诊的个案 那一例是从1月21号 从武汉返回台湾 1月23号到诊所就诊 那经过他的一个检查之后 为通报个案 这位50多岁在武汉当地的台商 20号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在当地就诊 1月21号从武汉返回台湾 因为服用了退烧药 所以在机场没有被检验出来 顺利抵台 但直到了23号 发烧症状还是没有好 到诊所就医 经过医院隔离裁检后 确诊为武汉肺炎 另外一例是一个陆客 等于是一个陆客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旅游团 来到台湾 也是1月21号入境 1月23号发病 确诊患者是来自大陆的湖北团 50多岁的中国籍女性 原本诊断为流感 经过两次检验后 才确定是武汉肺炎 索性和他同团的另外17人 没有传出有发烧症状 我们就停止所有的到中国的旅游团 全面的停止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也把这整个这一个警示 也升级 所以本来是在武汉地区 我们现在扩大为湖北 也就是来自湖北 一律拒绝登机 拒绝入境 目前在台湾的中国团 有10团 总共158位 也会尽快安排离境 更扩大中港澳入境旅客检查 目前外界对武汉肺炎 还没有办法掌握 也没有疫苗还有药物可以治疗 如果有发烧呼吸道等症状 一定得及时就医 目前除了55岁的女台商 还在负压隔离病房观察当中 除夕夜 台湾又在确诊两立 这个新春团聚时刻 实在不平静 记者综合报道